不知道這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因為就是一直戳過來戳過去 然後也不能留言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真的可以引起別人注意 像我之前就是有 有一個人 我不太確定我認不認識他 然後但是他跟我有很多共同好友 然後 我就戳看看 結果他就回應過來了 然後後來就確認說和他是認識的這樣子 蠻微妙的一個功能 那再來就是有好友以外 他還有就是社團的功能 那社團的話 基本上說你可以搜尋就是現有的社團 然後那你可以承認新的 那你進入社團的頁面以後 左邊會是 就是算是推薦給你的社團 那右邊是你現在已經有加入的社團 如果你去點 我這邊沒有拍圖 因為圖有一些有些遺失了這樣子 如果你去點就是 社團的就是進入那個社團的頁面的話 他會有一個類似討論區 有點像 有點像論壇那樣子 他是 就是一個板塊 那他會有很多個討論版 那你再點那個討論版進去以後 就會看到大家針對一件事情 可能開版的他會有一個給一個題目 那下面就會大家可以各自留言 就是社團的成員就可以各自留言 然後再來講到就是設定的部分 那你進到設定的話 就會看到這樣子的畫面 那在這邊要講一個就是 Facebook一個特色就是他可以和其他的網路服務應用的帳戶做連結 那你可以看到畫面上有一個外付帳戶連結 如果你去點他的話 那就可以新增 像是Google、MySpace、Yahoo 還有各種OpenID的帳號 你都可以把它和Facebook做連結 那我現在這張圖就是 我把我的Facebook跟我的Google帳號 去做一個連結 那除了做連結以外 就是還有一個是 你可以把 把你其他部落格的文章 也都同時匯到你的Facebook裡面來 那你就不用擔心說 我是不是要為了Facebook 然後去放棄你其他的網址 那他這個就是你連結以後 你只要在你原本的網址 就原本的部落格上面發表的文章 他過一段時間就會幫你把新的文章 就是做一個像摘要的東西 就是可能只有前面的一小段文字 然後再附上你原本的Vlog的連結 然後PO到你的狀態 狀態流就是你的牆上 但是Facebook他一次行 只能就是從一個網址 揮入文章而已 我覺得這點有點可惜吧 因為現在有很多都是可以從多個網址來揮入文章 那就是一個網路上找來的宣傳影片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稍微講一下就是 怎麼樣開發一個Facebook的application 休息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講這個 好 鈴鐺 石的地方 吃 謝謝 好